编曲 刘 tänTV 猜渣 曲 刘 initially 像一阵风 划过我心间 待得往往 你就在灯火烂盛 有一种 最好谁不再见 岁月辽阔 支撑终究是在天涯 剪不断 这陌秀的牵挂 回不下 那纠缠的誓言 世界自由传说 是你我今宿电话 时光不停流转 放着华丽的冒险 情恨反转 共一生不及明天 流到云在手心没一起 绵持这一段情 绣 我好不容易再找到你 怎么可能会放你走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你再离开我 你打算永远锁着我吗 我是一个人 我不是东西 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有了 丈夫和自己的家 这些跟你没关系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 下半辈子 你都会跟我在一起 别碰我 别碰我 清晓 我真的不知道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让你这么气我这么恨我 我知道你是故意说这些话 故意来伤害我 故意来伤害我 可是你没说一次 你没伤到我一次 我知道你的心就会痛一次 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补偿你 好啊 补偿我 补偿我 你现在死在我面前 就可以补偿我了 如果真是这样 你懂是我吗 你以为我不敢了 你以为我不敢了 我 死在你的手里 我心甘情愿 你以为我不敢了 我 行 我 我 你以为我 你想看云 我就带你去山上 你想看海 我就带你去海边 我愿意为你放弃 我所拥有的整个山海滩 只要你愿意忘掉 以前的事情跟我走 这些话当初在小码头 你为什么不说 当年说跟现在说 都是一样的 太晚了 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以后 就没有办法再回头 我说过 你已经不是你了 我也不是当初的容锦绣 我不管怎么改变 我只要你现在告诉我 你还爱我吗 我爱过 但这份爱太可怕了 你曾经告诉我 再美再好的东西 不是你的就不能要 要了就会付出代价 我付出代价了 我们的孩子没了 我对你的爱也就尽了 如果你真的尽了 好吧 我一直看出来 我从来 你就是了 不能鲁莽行事 鲁莽行事 锦绣被抓几天了 你们没有人担心的吗 以我们对左贞的了解 他绝不会伤害锦绣 以你们对左贞的了解 你了解左贞吗 如果锦绣有什么事情 谁来负这个责任 英东 你先冷静一下 我们必须顾全大局 顾全大局 对 你们别去了 我去 英东 英东 站住 锦绣 我愿意为了你放弃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像你当初想的那个样子 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我愿意为了你放弃整个上海滩 只要你愿意忘掉一切的事情跟我走 影东 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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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二爷 锦绣姑娘逃走了 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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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盈东回来了 盈东回来了 对 他和容锦绣一起回上海的 那盈东现在人呢 不知道 已经派人去找 回到上海 也不马上回家 肯定还在生气 你不用担心 你们是亲兄弟 他迟早会回来的 他是我弟弟 我最了解他 放心吧 依我看 他肯定会回来 我一定会找到你 一定 我一定会找到你 孙真 你醒了 我怎么了 你在宁愿绝食 所以身体虚弱 途中底力不支 昏倒了 为了我 为了我 你什么事都可以做 是 你的世界没有王法吗 你没有良知吗 你这个人真是无可救药 我告诉你 你的爱我承受不起 你曾经告诉过我 再美再好的东西 不是你的就不能要 要了就要付出代价 我付出代价了 我们的孩子没了 我对你的爱业就尽了 我对你的爱业就尽了 吴祖祖的一切事情 都是为了你好 好 我不明白 南蛮 来来来来 跟我来 来来来 来来 我帮你 来来来来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 来来 但我转告你们老板 我们感谢他的资助 如果像他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的力量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迟早有一天 总会把日本人赶出我们的国家 老板说了 只要能打倒了日本人 他会不遗余力地资助你们 货我已经送到了 先告辞 出席 向先生 那批货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送到秦队长手上了 最近上海滩的日本浪人越来越多了 你们行动小心一点 是 是 樱花会暗时飘落 记得用武士刀迎接他的归宿 人工人越来越来越好 你 咱也得用武士刀燃 我就会帮你 飞 你 小子 我 我会担心的 我没事 不管有没有事 执行完这次任务 你就休息一段时间 陪你出去散散心 我很好 真的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 你相信我 计划有变 山鹰暴露 抓捕计划取消 营救山鹰 营救山鹰暴露 走 快 追 伪装也是需要技巧的 这么昂贵的相机 却穿着这么连侠的皮鞋 瞎子也知道你的身份 相机呢 我不知道 相机应该就在布界 一定要找到他 是 这次的行动 是要抓捕日本间谍 吉野运行 根据情报 最近几天 日本人会有一项机密行动 和行动相关的具体机密资料 都在这个吉野运行的身上 只要抓到他 就可以获取 这次行动的具体信息 但是 这个日本人极其狡猾 大家在实行任务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谨慎 第一组 负责会馆区 第二组 负责街头区域 是 一旦有抓捕时机 立刻执行 抓捕行动 是 负责 负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行动 好 自己小心 好 好 好 你 急救 左朕 你这双手不适合做这些事 你要做的事交给我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们在吉野玉行的身上搜到的物件当中找到了一些加密的资料 破译以后得到一份重要情报 那就是日本人的英计划 你这双手不适合做这些事 你要做的事交给我 英计划是一项极其恐怖的阴谋活动 日本方面判断 对华战局已经进入了新的紧张阶段 必须尽快攻破华北防线 这次行动还是由英东指挥 嗯 怎么是你 学长好 武藤老师让我代他向你问好 也不想说 你敢走啊 你敢走啊 怎么样 他是他 technique 没有 Tay 905 你小心点 高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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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什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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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不小心撞到你的 这么多年没见 你的脾气还是这么臭 放开它吧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不要多生事端 对不起 我替他向你道歉 好 东西放在这里安全吗 这里已经空置很久了 而且我们在四周已经布置了人手 很安全 你可以回日本复命了 不 我将留在这里配合你行动 我不需要 可这是老师的命令 难道你要违抗老师的命令吗 我们都已经生了这么多兄弟 却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 别想得好 我们竟然中了日本人的诡计 撑住 不要 不要 不管有多危险 不管心生多少人 一定有制止他们的行动 有劳通报医生 我要见左二爷 您稍等一下 我去通报 嗯 说吧 你有何指教 今天来找左二爷 一是要谢过左二爷之前 对中特派员的顶礼相救 二来 就是想联合黄埔商会 共同抗日 据我所知 爱国会应该准备了充分的人手 左二爷 我们之前中了日本人的埋伏 死伤惨重 现在日本人正在侵略我们的国家 到处生灵涂炭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都不应该袖手旁观 所以才来找黄埔商会 我要告诉你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 他们的家人 正时时刻刻遭受着日本人的威胁 我不能让黄埔商会的兄弟们 只因为我的命令 就去加入抗日 但我会身先士卒让他们知道 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国家存亡之际 自当挺身而出 其实 我的身份是潜伏在黄埔商会的爱国会成立的 眼下我只有一个请求 让我替容检修冒险 原来如此 那就请左二爷一起参与行动 只要能找到这个东西 让我替容检修冒险 就不用加入行动 我不同意左证加入 我再跟你说一次 他加入 我退出 你要的一切 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理由的 如果左证加入 黄埔商会的其他人 绝不会坐视不管 而对于我们二爷 在上海滩 就有了最强大的力量支持 在这种时候 任何人的情感 都应该放在一边 你 我不同意你加入爱国会 加入不加入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你向南东的同意 你对锦绣的伤害已经够多了 我永远都不会去伤害容检修 我所做的这一切 完全都是基于我自己的立场和身份 爱国会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拿着性命去拼 我的加入 只会让行动更加顺利地进行 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冒险 如果真的要做什么 那就让我用自己的性命 去换回他的命 组阵 这世界上不光只有你一个人 会用命换命的 我只知道你的出现 给锦绣带来了无休止的痛苦 你对他最好的做法就是离他远一点 不要再出现在他面前 终锦绣是我的人 我绝对不会让他离开我的身边 就算赔上性命 我也绝不放弃 我也会不惜一切地 把他带领你的身边 二爷 东西找到了 二爷最近心情不好 我和阿海也不敢和二爷说 我们 马上就要办婚事了 所以今天我去渣北 就是想去找一个亲戚 问他买一些便宜的礼花 可以在婚礼上用 可是没想到 我刚办完事回来的路上 就碰到了那群人 对不起 你想干什么 对不起 我只是不小心撞到你的 这么多年没见 你的脾气还是这么臭 放开他吧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不要多生十分 对不起 我替他向你道歉 我替他向你道歉 我看到他们手上拎着的箱子 跟这个照片上的 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知道他们拎着箱子 去哪儿了吗 本来我跟他们也只是擦肩而过 是不会知道的 可是他们实在是太凶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我就留意了一下 我看到他们走进了一个仓库里 然后出来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拿着箱子 大概就是放在了仓库里 还记得具体的地方吗 记得 二爷 你去通知秦昊地方在哪儿 而且告诉他 他答应我的事情 必须要做到 我先行一步了 二爷 兄弟们 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兄弟们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十好 这件事和以往不同 黄埔商会的兄弟们 跟着我抽伤入死也是不易 这件事情风险太大了 我只希望借我的力量唤醒他们 认清日本人的面目 起来抗争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用世界行动说话 而你们 会有别的安排 可是二爷 对 按小兰的描述 我 应该就是在这里 锦绣 我要让你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绝不会正是本人警犯伤害 二爷让我来通知你们 东西就在扎北平民库的一个仓库里 他会先行一步 好 东西 我会安排少侠马上行动的 嗯 队长 有行动吗 你还没有完全恢复 等小兰好了 再跟我们一起行动 我没事 不 你不能去 什么意思 你不让我参加行动 你起码给我一个理由 锦绣 左朕帮忙找到英纪有能下落 他提出的请求 就是让你远离第一线 他自己来参加这些危险的行动 左朕 为了国家 有些事是必须牺牲的 出发 走 走 十号 他在哪里 你认为我会眼睁睁地看着他去冒险 去什么都不管吗 告诉我 他在哪里 陶寒你要干什么 二爷一个人去了渣北 要是遇到什么危险 那可怎么办呢 不行 我要去帮他 你知道地方 带我去 没错 不得没有二爷 不得没有二爷 我们一起去 一起去 也要去 冰炸 你来 救命 神祥 神祥 太阳子 她说 神祥 添兄 向岚 这里危险 找个地方躲起来 大海那你当心点 放心吧 你怎么还是来了 你以为这样我会感激你吗 还是你真的以为你的刀可以快过枪 愚蠢 我知道 但是唯有我的原则 有时候人不能死守的人 必要的时候 你必须要开枪 就算是要死 我也不要你死在这里 听见没有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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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许反乱 锦绣 小蓝 快 上车 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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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带你来 小兰 你要睡不来 你就对不起二爷 对不起黄埔商会的兄弟们 你没做错 都是我这条腿 为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这条腿 我一定能救你 是我没有 你为什么会来上我这个废人 在我心里 是最讲义气 最有能力 最好的人 我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再任性一点 比你早一点把我娶回家 我就没那么遗憾了 我就没那么遗憾了 现在如果就死了 我最恨的 就是没能嫁给你 别胡说 我 我 哪点没事的 我 我这就娶你 有你这句话 我就够了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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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伤害他一次 他虽然表面上不说 可是他却痛斥心扉 我们这些外人看了 都好难过 你 金舅姐姐 你就原来二爷一次 你 你是我最好的姐姐 我想你可以幸福 我不想看到你跟我一样 没能够 跟自己 最 心爱的人 在 你 小兰 小兰 都思母想 但 这一次不同 也曾是魂落魄 但 这一次不同 也曾心有所数 但 这一次不同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何必寻找 虔诚成全了 今生今世的 愿望 这一次不同 这一次不同 这一次 真的 真的不同 因为流浪的心 归属了天堂 因为不安的爱 崇拜了信仰 因为流浪的心 归属了天堂 因为不安的爱 崇拜了信仰 因为不安的爱 崇拜 也许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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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